刚来医院时艾滋病抗体检查未阴性,出院时怎么就要性了? 2017年10月28日,贵州贵阳一岁三个月的男婴小北抢了苹果后,被送至贵阳市妇幼保健院进行抢救,后转移至ICU治疗。 两个月后的常规血点中,男婴小北的艾滋抗体检查成梦性,其家属怀疑孩子在医院治疗中感染了艾滋病。 2018年8月9日下午,贵州省危机委就该患儿感染艾滋病病毒核查情况发出通报,通报中趁受核查组织能和流行病血调查手段的限制, 借据患儿可能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时间较久,可查组无法从相关当事员和医护人员中获得更有价值的线索。 目前,人未能找到感染人,要求贵阳市卫纪委继续全力查找感染人。 贵州省危机委就该患儿感染艾滋病病毒核查情况发出通报, 图小伟家属提供红星新闻此前报道券,小伟家属不接受此通报,认为过于讨率,当场拒绝接收。 就此,小伟父亲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之所以不接受,是不认可通报中给出的孩子可能感染艾滋病毒的时间罢卖, 治疗过程一波三折事情还要挥刺到2017年10月份。 2017年10月28月午饭后,小伟因目视了一块苹果出现窒息,被送到贵阳市妇幼保健院进行抢救。 据贵阳市妇幼保健院儿童重症医学科陈介立主任介绍,孩子在送到医院时,脸色发青,呼吸不好, 驾到苹果后跑母层,用手抠过,但不知是否将苹果抠出。 陈介立说,当天,小伟的病例上血又神清,精神稍软,反应渴,叶冲血,扁桃体重大, 未见浓点及泡疹,面色及口唇发干,双肺呼吸阴粗, 维癌及肝式罗子因,心肤及神经系统查体无特殊,双足及双手未见皮疹, 医生给出的诊斗类支气管炎,支气管异物,脑损伤,在急诊治疗,一个小时后,小伟被转送到了ICU, 陈介立解释着,进入医务是婴儿死亡的主要原因,小伟当时呼吸困难, 送进ICU是为了连接呼吸机,以改善大脑缺氧的情况, 一边后续治疗,进入ICU前,护士为小伟检测了血液, 在此次血腱报告,中癌滋病抗体检查结果为阴性, 屠小伟家属提供10月31日,小伟的血测速水平, 从入院,血的99克降至78克,那天她经历了一次输血, 在ICU入了将近一个月,直到2017年11月21日, 医生告知父母孩子可以出院了,陈主任介绍出院的标准是临床治疑, 孩子检查的各项指标都正常了,虽然肺部还有一些症状, 但是恢复还要一段时间,这个回家慢慢养着就可以了, 陈介立在电话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那天出院时,我们看到小孩在玩,情况不错,家长还给小孩拍了照片, 小伟父亲车表达了担心,小伟出院前做了纤维支器环境检查, 当时发现肺里面有新生物, 但是主治医,神跟我们说,这是可以吸收到, 不像院方描述的那样轻松愉快, 出院时孩子呼吸仍有投名, 这令妈妈担心不已, 两天后的23日,小伟因病情加重返回医院治疗, 此后半个月的治疗并没有好转, 12月6日,父母决定转院到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治疗, 医院和家长到底有无及时沟通病情, 以便出现在转院后的初次血液检查, 因治疗需要,小伟在重庆进行了艾滋病抗体检查, 检查结果显示,怀疑有感染艾滋病的可能, 重庆医科大附属儿童医院按照规定, 将小伟的血样送到重庆市医中区, 疾控中心的艾滋病治疗实验室复查, 结论是艾滋病抗体不确定, 图小伟家属提供12月8日, 贵阳市妇幼保健院儿童重症医学科, 接到小伟家人的电话, 那天孩子家长跟我们说, 去那边重庆医科大附属儿童医院, 入院血检筛,查出艾滋病抗体阳性, 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重视了, 住任陈建立回忆, 因为筛查的结果有可能是假阳性, 所以我们当天只是告诉家长有什么问题要及时沟通, 据陈建立介绍, 贵阳市妇幼保健院在12月11日, 有一次电话随访, 那次是孩子爸爸接的电话, 当时爸爸说孩子的病情较稳定, 电话中孩子父亲的情绪也比较稳定, 那次电话随访之后, 双方就没有了任何沟通, 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 他们一直都没有和我们联系, 直到6月28日突然来电话说, 孩子确证感染艾滋病, 图小伟家属提供隔了7个月, 才告诉我们感染了艾滋病, 我们也不知道那段时间发生了什么, 陈建立质疑, 对此事实的讲述, 孩子父亲与陈建立的说法完全不同, 小伟爸爸说, 这院到重庆后, 自己依然与贵阳妇幼保健院, 被医生保持着密切联系, 不光是艾滋病抗体的检验情况, 小孩被固病情, 也是一直跟贵阳的医生有沟通的, 那么, 为何在艾滋病抗体出杀阳性后, 没有第一时间确证? 小伟父亲解释着, 孩子确认出杀结果出来, 后, 曾资讯过医生, 医生给的说法是, 出杀的结果不能确证感染艾滋病毒, 必须要到疾控部门进行进一步检测, 因为医生说, 有可能是假阳性, 再加上孩子当时肺部疾病很危急, 我们就想先治疗费病, 等病情稳定, 而再到疾控中心, 做进一步艾滋病抗体的检测, 孩子父亲质疑, 可能感染时间核查情况, 小伟返回贵阳后, 5月份起出现了持续低烧现象, 后在贵州省民床检验中心, 被确诊为感染艾滋病病毒, 2018年7月25日, 贵州省危机委核查, 阻断可能导致患而感染的四个途径, 即血液感染途径, 医院感染途径, 母婴感染途径, 月外其他感染途径进行了核查病的初阶段性结论, 于8月9日相后而父母发出通报, 对于贵州省危机委有关血液感染核查途径的调查, 小伟家长基本表示认可, 令他们疑惑的是有关可能感染时间的界定, 通报中称, 未确定或可能的感染时间, 核查组对换而留存在是富佑保健院的输血前摄样, 采样时间为2017年10月30日和流存在重庆市中区疾控的两份血样, 采样时期为2017年12月13日和2018年2月1日再次进行检测, 结果表明该份血样当时的HIV抗体和核酸均为阴性, 8月1日和查组委托重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对换而留存在重庆市中区疾病预防控制中, 新的两份血样再次进行核酸检测, 结果表明两份血样当时的HIV核酸均为阳性, 至此,在可能感染时间方面, 给出的阶段性结论为, 患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时间, 是在2017年12月3日之前, 考虑到艾滋病病毒感染后检测又窗口期, 和查组判断患而最有可能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时间 在2017年9月30日到2017年12月6日期间, 小伟现在贵阳市第五人民医院接受治疗, 屠小伟家属提供我认为窗口期的推算不合理, 这个时间的决定, 直接把责任推给了家女和小孩, 这对小孩和家属不公平, 小伟爸爸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孩子是2017年10月28号入院的, 这样推算窗口期就是说, 有可能是在入院前感染艾滋病的, 在医院内和医院外感染的概率不一样, 在医院内经历了插管, 输液, 各种有创治疗, 感染的可能性更大, 而在院外感染的可能性极小, 这个级别是不一样的, 但是他们给出的这个结果, 像在书级别等同, 通报中称, 窗口期是指人体感染艾滋病病毒, 但血液中能检测出病毒的核酸, 抗原或抗体等感染指标之间的时间, 依据世界卫生组织2015, 美国2013和英国2016的艾滋病检测技术指南, 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行业标准, 艾滋病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诊断, 艾滋病病毒感染的检测窗口期, 分别为抗体检测方法3到12周, 抗原抗体检测方法2, 6周, 核酸检测方法1到4周, 和查组判断换而最有可能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时间, 在2017年9月30日到2017年12月6日期间, 目前, 小伟仍在贵州省贵阳市第五人民医院内接受治疗, 这几天, 夫妻俩忙着整理材料, 小伟父亲说, 在院外感染的可能性太小了, 接下来他要继续向贵州省被纪委申诉, 希望对孩子的感染时间重新界定, 而中国新闻周刊新媒体记者, 力量与值班编辑, 张如CM的免责声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 毕yi来 sof知这个天破智式结果。 这里列入大阶 helper会哦, 感谢观看